公元197年初 元树在寿春汉然称帝 建号众士 在汉县帝东归迁都许都之后 元树此举无疑是冒天下之大部位 一下子把自己置于天下诸侯的对立面 被群起而攻之 最终重叛亲离吐血而亡 不过如果你看看 当时元树的实力有多强 以及天下的大局 加上元树当时玉玺在手 或许你对元树称帝的愚蠢行为 会有新的认识 那么元树称帝时的实力有多强 左拥三周十一郡之地 曹操元绍都不如他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人们往往都说元绍四十三公 其实和元绍相比 司控元逢狄次子的元树 比其树兄元绍更有资格带上这个光环 有家世为背景 元树在汉末天下群雄争霸中 更是如鱼得睡 实话实说元树为人虽然有点无耻 但是前期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董卓胁迫汉先帝迁都长安后 陶董联盟瓦解 元树跑到了元氏大本营 汝南附近的天下第一大郡 荆州南洋站稳了脚跟 并和陶谦 公孙赞等人结盟 共抗当时另外一个由曹操 元绍 刘表等人组成的联盟 不过元树的这些小弟 却打不过他哥哥元绍和他的盟友 先是公孙赞在借桥之战败于元绍之首 连骁勇的白马一丛都被团灭了 接着讨伐董卓时作战最为勇猛的孙坚 也死于刘表之首 元树坐不住了亲自上阵 他和朝廷任命的 盟州刺史金上以及黑山军等一起攻打曹操大本营盐州 结果在匡庭之战 大败于曹操之首 战败后的元树转战扬州 有如神柱一般的先后击败扬州刺史陈宇和陈温 占据了九江郡并自任扬州墓 从南洋到扬州 元树一下子打开了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 扬州为元树提供了百合纵横的基础 他并不满足于九江一郡 不仅盯上了整个扬州 连徐州也在他的觊觎之下 当时扬州的诸侯实力都不强 在元树的兵威之下纷纷束手 束兵前进 会计亲赴 警心失聚 三江五湖 即为鲁廷 不过与此同时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刘昭 成为了元树的劲敌 在孙策的主动请求下 元树以孙策、武警、孙焚等人攻打刘昭 并把他赶到了豫章郡 后世不少观点认为孙策是独立的 其实至少在元树称帝前 孙策都是属于元树的部署 孙策平定江东的过程 其实也是元树扩大势力范围的过程 直到元树称帝后 孙策才和元树正式决裂 与此同时元树北上徐州 占据了广陵郡和部分虾皮郡 197年元树称帝之际 具有了扬州的绝大部分和徐州的广陵 虾皮两郡 以及豫州的汝南和佩国等地 势力范围 北底辰 佩 东陵下批 广陵 南至快级东野 细节刘表的江夏 座雍阳 与 徐三州十一郡之地 整个东南几乎都属于元树的势力范围 不仅如此 徐州的吕布和他结盟 玉州的黄金军 冰州黑山军和白波军也纷纷响应元树 此时的元树堪称是当时天下实力最强的诸侯 那么同一时期的元绍和曹操又是如何呢 元绍此时还不是几年之后的坐拥绩 丙 青 幽四州之地 幽州的公孙瓒虽然数次败于元绍之首 但实力尚存 青州元潭也才刚刚赶跑田凯和孔荣 盘踞于继病两州的张燕黑山军 实力仍然强大 双方数次交战互有胜负 此时元绍的表面实力还不如他弟弟元树 草操虽然胁迫汉先帝迁都许都 胁天子已领诸侯 但是主要势力范围 不过是眼周和部分玉州之地 又刚刚在晚城之战 大败于南阳张秀之首 此时的元绍和曹操 远不如元树的春风得意 也难怪在汉先帝 宗归天子尚在的情形下 元树就敢汉然称帝 实在是元树的自我感觉太过良好 实力上的强大又有玉玺在手 加上待汉者当图高野的衬颜 元树颇不及待地称帝 也就不难理解了